桃園是站在防疫的第一線 國境管制中央決定 六個高風險的國家 必須採取駐到集中檢疫所 14天並沒有結束 還要再加7天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7天結束前仍然要用公費做快篩 所以我想這部分 最重要要把集中檢疫所的能量準備好 目前大約有將近4000多個房間 那我們希望從南非入境的這六個國家 能夠做高強度的管制 如果產生大流行 或者是突破性的感染的個案上升 管制的手段還要再加強 甚至要暫時停止入境